花蓮市工作清潔队16号下午举行的中原普渡法会 市长温家杰协同的队长吴庆长还有队友们手持香树成心祭拜 祈求在各方神明还有好兄弟的庇佑之下 队友们能够工作平安顺利 花蓮市清潔队依照民间习俗 在16号下午举行了中原普渡祭拜仪式 除了特别有请到市协助普渡事宜 工作上也摆满三身鲜果罐头饼干等祭品 而队友们则是在市长温家杰及清潔队长吴庆长的率领下 依照礼署手持香树成心祭拜 祈求在各方神明好兄弟的庇佑下 队友们工作都能平安顺利 那其实在中原普渡也是我们传统的民属 那在清潔队这边也是按照往年的一个惯例 然后来做普渡的部分 那我们也祈求我们知道队友过去都一年来都非常非常辛苦 那未来一年的工作也都是一样都是非常辛苦的工作 那也希望在工作的期间 这些队友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请了我们的一个老师 还有我们所有的贡品来祭祀 那也希望说在普渡的过程里面之后 一切都能够圆满顺利平安 那也希望大家多多给清潔队友更多的鼓励跟支持 市长威嘉贤也表示 今年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清洁队友的工作业务远比以往来得更加繁重 因此借由中原普渡的祭拜仪式 希望能让队友们在执行业务时更加平安顺利 也盼望疫情能够早日消弭 尽快回到以往的日常生活 记者许丽琴欢联系报导